美国总统拜登20号满81岁 持续刷新自己保持的 美国最高龄现任总统的记录 尽管八成的民众认为 高龄对于拜登而言会是个问题 但是他依旧表态将竞选连任 而目前的民调显示 拜登以44%比46% 落后给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前总统川普 穿起围裙 美国总统拜登19号 现身为吉尼亚洲诺福克海军基地 亲自拿起糖尺位官兵及军券 提前献上感恩节大餐 20号满81岁的拜登 尽管持续刷新自己保持的 美国最高龄现任总统记录 形成依旧满党 拜登已经表态将近选连任 不过民调显示 高达八成的民众认为 高龄是拜登的一大问题 而最有可能代表共和党出征的前总统川普 现年77岁也不遑多让 有意争取共和党提名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就拿两人的年纪大作文章 不过迪尚特党内民调持续低迷 支持率只有7% 落后川普达42个百分点 川普目前民调遥遥领先党内其他对手 2024很有机会代表共和党 跟拜登二度对决 NBC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以46%的全国支持率 领先拜登的44% 川普扬言当选后将废除TPP2.0 也就是拜登力推的英台经济架构 IPEF 拜登17号才宣布 IPEF取得进展 不过面对川普来势汹汹 白宫一旦换人当家 先前的努力恐怕化为无有 成为人编译